要说现在的女星什么年纪的最红 那当然属于90后的女星了 她们年龄不大 有数到多年 可以说都是非常青春 美丽 又带点成熟味道的那种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来看看 她们其中最美的四道花呆吗 看你们最喜欢谁 郑爽郑爽音出演青春偶像剧 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女人一号 而一炮而红 凭借着该剧 她获得了金音奖最佳女演员的大奖 郑爽1991年出生于沈阳 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她的母亲是普通的职员 而父亲则是一个生命人 在妈妈的眼里 郑爽从小就是一个高样而要端庄的小公主 妈妈从小就让她去学习钢琴 唱笛 舞蹈等各种各样的才艺 想让她将来在艺术方面有所表现 而自小就有表演天赋的郑爽 外表也是胖都兜的很可爱 她很喜欢去模仿电视上的人和动物 她模仿出来的样子栩栩如生 总是动得全家人了开了花 还同时 妻子郑爽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她在小学时就开始连击跳 文化和艺术一起装 12岁起就独自开始到成都去学艺 郑爽的性格纯洁而真诚 在演出中从不掩饰内心的想法 她们将心中的小小的想法与大家一起分享 有的人会觉得郑爽很单纯 可以把心事说出来 这一点是很勇敢的 而现在的社会也正是需要像她这样的 周冬宇周冬宇在著名张艺谋导演的《山家树设恋》中 演女主角而出名 凭借着该片她获得了华表奖最佳新人奖 以及在西班牙的国际电影节中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还有其他的大小奖项 她主演的《公所沉香》 票房也是高达4.56亿 凭借着《同桌的泥》 同样也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后来还成为了中国电影节2015年的形象大使 后来她又以《七月语》安生 获得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并以谎言兮兮力获得了最 受欢迎女演员奖 2017年 她主演了内地票房超过两亿的爱情电影《喜欢你》 而且在同一年 周冬雨出演了《春风十里》 《不如你》 还在当年年底上映了她参演的电影《奇门遁家》 在《山架树》这领中饰演了静秋后 其实周冬雨前面的这几年来 都不太被观众认可 但是她在《七月语》安生的演出 她将那个安生演绎的可谓是完美至极 关小彤 关小彤很小的时候 就在陈坎哥导演的《无疑》电影中扮演了小青城 而进入了广大观众的视野 并在2005年出演了霍剑体导演的影片《温暖》 关小彤虽然说年纪不大 再见